一出来机场 有一个非常大的艺术装置 这个艺术装置呢 它模拟了以前老香港的 这种旧旧的建筑 还有这些街道啊 理发店 还有些玩具店之类的 还挺有意思的 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它是一个巨大的 像一个废墟一样的地方 来香港的第一餐 在机场吃 太饿了 我是搭了早上的飞机 下飞机是11点 出来了差不多12点 然后赶快找那个机场的 这个捞面 鲜虾水饺捞面 这个鲜虾有点太咸了 然后它的面条 没什么味道很干 没想到吃的第一家就踩了个大雷 它的这个面条没有任何味道 就是用水烫一下 但是面条本身口感不错 刚刚落地香港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是中国居民 要入境香港跟澳门 都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 但是有一个办法 不需要办港澳通行证 就是如果你从第三国入境香港 然后再去到大陆内地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七天的居留 但是这一次我从新加坡入境香港 这个移民关系呢 就给了我七天居留香港的时间 因为我之前没有提前知道这个信息 然后我买的机票呢 刚刚好是在第八天回新加坡的机票 所以呢 意味着我可以在香港逗留七天 但是我的机票是第八天飞 那我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要不要回到大陆 或者是出香港再进来 然后我才能就是在第八天飞回新加坡 所以这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往内地澳门交通 Mainland Markov Transport Let's go 出海有什么好玩的吗 有什么好玩的 有什么好玩的 我家微信不懂的可以忘不 没事没事我没有这里的电话 微信也可以啊 没有网络啊还没有买网络的 谢谢你啊 没事 刚刚我在机场搭了一个大巴 循环线A4好像 来到了港珠澳大桥的入境口这边 然后这个港珠澳大桥 就是连接香港珠海跟澳门的一座大桥 非常靠近 它离这个机场可能距离就 五到十分钟的巴士的车程就到了 然后通过这个港珠澳大桥呢 就可以去往珠海跟澳门 我刚刚在临时买票的时候呢 临时决定今天呢我要去珠海先 然后明天去澳门 因为明天已经订了澳门的住宿 但是今天我还没有订住宿 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如此 我就去珠海看看吧 正好坐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大巴 去到珠海看看 耶 上来车了 我的天啊 坐在第一排 坐在四圈这里 OK 大巴刚刚进入海上隧道 港珠澳大桥中心有一段呢 它不是在海面上的桥 它是在海底的隧道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隧道里面 特别长了 这个隧道 在海底上 朋友们我到珠海啦 刚刚通过港珠澳大桥入境珠海 简单来讲就是我先到了香港 过后呢又从香港出境 过了一个港珠澳大桥的关口 然后去到了珠海 今天呃在珠海应该就是待到明天早上 然后明天早上呢 再坐珠海到澳门的大巴去到澳门 刷码成功 小刺味 可以可以拿好吗 哎呀 它会不会掉下来啊 它不会跑下来吧 会跑来跑去的 是哪里跑来的 哇 好小的猪哦 小猪 小猪 哇 有猪啊 还有猪啊 猪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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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猪猪啊 好小在商场闲逛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宠物店 把他们家的宠物拿出来 给大家玩 里面有松树 还有两只小猪 还有蛇 还有土 波鼠我的天 真的是无奇不有 就在这个shopping mall这边呢 北山村这个地方呢 是以前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古建筑 然后这个建筑风格都是以前那种清朝时代的一些大户人家的大院 你看这个院子里面 它是这样的以前的这种青砖瓦 然后这个院子这边还有一个天井 它的这个门都是木头的窗花门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雅致 以前的这种宗祠大院 现在变成了学习书法 跟卖一些文房四宝的东西 还有变成了咖啡厅 以前的人审美可真好 他们会把这种房子的屋檐墙角 建上那种雕花的一些装饰品 像现代人的审美都全部都被统一了 就没有什么独特性 打包了螺丝粉 香香臭臭的螺丝粉 然后还有打包了鸭头鸭翅 跟一些卤藕跟豆芽 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 记得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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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